按摩师帮民众现场马一下 舒展疲惫身心 亦享受美食 现做的红豆饼 鸡蛋糕 葱油饼 米粉小吃等等 任君挑选 大安区昌龙里的活动会场 大小朋友都相当满足 明日之星关主走出荧幕 与民众热情互动 魔术师精彩表演也很吸睛 精彩的节目表演 除了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昌龙里长王志刚 跟上台高歌一曲 发自内心 献上对长辈的尊敬与祝福 刚获得105年度的台北市 基优里长的大安区昌龙里里长 王志刚 在送上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大礼 以前可能我对这些企业 有点小感冒 因为觉得他们的回馈 只在他的所谓的豪宅的周边 却没有扩及到邻里 但是还好 我们跟他们沟通了三个月 没想到三个月后 他们就是这样陆陆续续的回馈我们地专 改造我们的公园 我们的里长一听到就说 就帮我做张罗了非常多的一些支援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也让我们的那个世代的行销 真的就在大安区就跟别区不一样 里长啊非常用心 对我们长辈 每一个都很客气 都很有礼貌 对我们的里民都很好 在建国南路一段跟市民大道三段附近 原本凌乱的生活区间 近年来摇身一变 变成绿意盎然的 2016世界设计之都二代公园 老人不变的啊 太能力的啊 干什么都到这边来活动 说这是好像是我们老人这个天堂啊 这都是我们里长啊 帮我们争取的啊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还是跟过去一样啊 很糟糕的 社区的结构也老了 那所以这刚好我们本里 有这个三个建商在这边 然后很感谢他们 第一个是中泰长虹统创 还有中华民国省农会等单位 那每一个单位都回馈了我们 包括地砖的回馈 包括户外室内的艺术 还有公园的改造工程 多年来王志刚里长向企业 跟台湾省农会积极争取 回馈当地的艺术馆 跟未来的区民活动中心 目前正陆续筹建中 不但实现王志刚当年的竞选诺言 也希望翻转50年老社区 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东方明珠 记者国家有才博物道